试试 童谣 你这个视频都看了三遍了吧 我再看看细节 下这么大雨 也不知道诚哥带没带伞 我哥还没回来 说明他相亲顺利 咱们很快就会走了 你去干嘛 要不要上牌 累了 去躺会儿 他怎么好 你猜呢 喂 姐妹 怎么了 靳啊 我们队长今天要去相亲 那你怎么不拦着他 我拿头拦 听说 对象是个身高一米七二的 海归金融硕士 和队长家里是商业伙伴关系 我哪比得上人家 再说我干嘛要拦人家 硕士有什么了不起的呀 诚哥会在意他是学法律 还是学金融的呀 可是我要接骨 才能长到一米七二 或者上天赐我一个 会魔法的哈利波特呀 我劝你啊 还是祈祷诚哥品味独特 喜欢矮子更靠谱点 我干嘛要祈祷他喜欢矮子 那你干嘛要跟人家 相亲对象攀比身高 我哪有 我只是想跟你八卦一下的 是你自己先开始比的好吧 你说这个世界上 哪有那么多像你们 长得又高又漂亮 家世又好 学习还很棒棒的人 你会打游戏啊 电竞花木兰 你也很棒棒哦 滚 听着挺不靠谱是吗 笑死我了 你再笑我跟你绝交了 好了好了 对了 你那边下雨了 以后天天太阳出来 时间往高了碰 干嘛 阳光加纵跳 可以长高个儿 再见 快点 看什么看 好好地 你怎么回来的这么早 童谣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